喂 爸 那個 我有入圍那個 那個金鐘啦 然後就 喔 好啊 好啊 終於有比 博恩夜秀更尷尬的節目出現 尤其是黑小小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來 因為有些時候 他們歌詞 那你幹嘛都在亂寫 Yahoo TV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喬舌夫 Joseph 我大概其實是在拍戲 然後是 拍戲的演員老師過來跟我說 欸 你有入圍 他說喔對阿 我有入圍走的鐘啊 不是不是 是金鐘 我說 蛤 金鐘 然後我就 認了一下 那但是 因為我 還在拍 所以我沒辦法 拖離那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我一拖離 我可能會哭幹嘛 就會麻煩 我就忍住 然後就完全不去想那件事情 所以他有的時候 真正開始感受到那個情緒 對 就已經沒了 然後我本來講說 我 一定會跟我爸媽講吧 然後我可能會哭之類的 然後我打電話給他們 講說 喂爸 那個 我有入圍那個 那個金鐘啦 然後就 喔 好啊 很好啊 他拖離人家就有一種 我好像沒有得出這個感覺 學話當初是 我們製作人一直很想做一個日中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要做 真的不要做 就沒有人會看 就是已經很過時 就是 好像是 我們小時候 90年代小孩的一種回憶 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做 這種類型的節目的話 就只有我可以做 然後我想做一個完全 跟傳統綜藝節目比較不一樣 比較相反的路就是 很安靜很尷尬的 綜藝 所以我就找了兩個更尷尬的人 盧管弄是第一順位 對 黑家家也是 他們就是一口答應的嗎 對 對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黑家家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來 就喜歡歌詞聽證會 跟一周整人 歌詞聽證會是一開始 就發展好的單元 然後可以 去地址一些自己 音樂人的好友 我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有些時候 他們歌詞真的 那一周整人 就真的是很 可能像是 致敬那種 日式 我們小時候長大的整人節目 其實整人節目 對我來說非常難做 因為他的核心要 有一個概念 去闡述的時候 他去整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趣一點 像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Multiverse 他們那一集 就是我一直招待他們 一樣的東西 就是招待他們 根本不想吃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 也有自身經歷 就是我已經吃很飽了 然後 來招待我很多 我根本不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因為禮貌我要把它吃掉一半 就覺得超級痛苦了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整人企劃 去整他們那樣子 我自己這邊就是 劇本很難採 他比較像是個劇 所以 要有 編劇能力 要有 節目企劃 跟大眾流行的 sense的人 真的很難找 有找編劇群 哇 群都敗掉了 後面就是 一個人把他幹掉 靈感的來源是 Daylight 就是 當你的群組有很多 未讀 都是在吹敲你腳本的時候 你就會有靈感 這個節目還會寄給我 不會 就讓他變成一個 一技的傳奇 那樣子 我覺得 還蠻得心應手的 因為在劇團的時候 就累積很多現場表演的經驗 所以 我第一年 講單口的時候 其實 就蠻適應的 簡單來說就是 我第一年就屌打了 非常多人 對 我們那時候 演一場只有600塊 還要自己寫劇本 然後沒有排電費 超ㄍㄧㄥ 完全是笨蛋 我可能會比較希望說 就是 這個入圍可以鼓勵到更多人 因為這個節目一開始 非常不會看好 剛開始就會被說 什麼很尷尬 終於有比 博恩耶穌更尷尬的節目出現 後面就還是去修改 去修正 去嘗試 所以 從一個非常不被看好的節目 然後 到現在可以入圍 我覺得中間有很多的嘗試 然後 是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 先看 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看 我們來看